我可以肯定一点是啥呢 美国没有得到外形技术 从2022年2月到现在 全球已经有1100起各种UFO目击事件了 想不到吧已经有这么多了 美国政府由于各方面的压力 决定在本周召开一次关于UFO的听证会 并且声称要在这次听证会中 解开所有关于UFO的秘密 为此他还邀请了三位重量级的解密人 当三位解密人名单公布的时候 全世界的UFO爱好者都发出了同样的质疑声 美国政府又要继续隐瞒下去了 因为这三个人的故事早就被各种媒体爆到烂了 政府想要继续隐瞒的心思 可以说是残都不愿意残一下 那我们今天就来再次梳理一下 著名的罗斯威尔事件 看看美国政府为了隐瞒这次事件 是如何对付多达600人的目击者和多名接触者的 大家好 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鼻音的UP主 旁边是调查员小仙 大家好 1947年7月1日 罗斯威尔城外的空军机场 雷达上突然出现了一串奇怪的观点 观点移动速度非常快 甚至比当时最先进的导弹都要快 以至于单班的技术人员怀疑是不是自己雷达坏了 而把雷达彻底地给拆开进行了检查 而另一边 单地警长乔治·威尔克克斯 开始不停地接到单地居民关于空中有不明飞行物的报警电话 每天有几十个 为此他不胜其烦地只能用闪电或者附近空军基地飞机来进行安抚单地的民众 但是到7月5号这天 单地农产主迈克·布拉泽尔走进了警察办公室 迈克告诉警长 他在新墨西哥州科罗纳的自家牧场上发现了一片残骸 开始他自己以为那是飞机的残骸 或者空军基地吊的V2火箭的残骸 但是那些残骸的形状和材质他从未见过 所以他来报警了 他甚至带了几件给警长来看 在迈克的皮卡车后面有一堆这种金属片 看起来像铝薄 但是要薄得多 而且更坚硬 更轻 最奇怪的是 即使你弯曲或折叠这些金属 一旦松开 他就会恢复到原来的形状 警察立马给城外罗斯威尔空军机场打了电话 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空军情报官杰西·马赛尔少校 马赛尔少校随着迈克来到了残骸现场 两人从坠毁的物体上收集了更多的碎片 1947年7月8日星期二早上 马赛尔把材料拿给了空军基地指挥官威廉·布兰查德上校 当天晚些时候 基地的新闻官沃尔特·霍特发布了一条新闻稿 被全美各地的报纸和广播电视台转载 美国军番的官方新闻稿说 他们发现了不明飞行物 这篇报道成了全国性的新闻 美国发现UFO啊 而且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新闻 不过就在这个消息向全国管播后的几个小时 军番立马要求全面收回这条消息 随后沃斯堡空军基地的罗杰·雷米将军 命令马赛尔少校亲自把飞机残骸交给他们 在马赛尔少校的飞机刚刚降落沃斯堡几个小时后 雷米将军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而呈现在摄影师和记者面前的 是铺在地面的铝箔和一些木头 在新闻发布会上 雷米将军和马赛尔少校 以及托马斯·德·伯斯上校一起进行了澄清 说发现的UFO是误传 整个世界是误报 其实罗斯威尔地区发现的碎片是来自一个奇想奇球 对于UFO和外星人进行全面的否定 这个里面最奇怪的是 当时最先发现残骸的农产主麦克·布拉泽尔 他的态度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他对媒体说他很后悔自己站出来 他发现的那些残骸不过就是一些橡胶条 锡纸 这个转变几乎无法理解 随着这条辟谣的新闻在全美流传 这件事在当时就算是彻底结束了 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瞒着战争庆祝战争结束 所有人都瞒着搞自己的经济 飞碟热在当时就很快冷却下来了 大家就逐渐忘记了当时罗斯威尔的这些奇怪事情 直到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中期 斯坦顿·弗里德里曼博士 从一个电视制片人那里听说了罗斯威尔事情 制片人比尔·埃伦告诉弗里德里曼 他是杰辛马塞尔的业余无线电伙伴 1947年的时候 马塞尔是罗斯威尔空军基地的情报官员 而且亲自处理了罗斯威尔的UFO坠毁残骸 弗里德里曼非常兴奋 他觉得 因为他其实之前一直就是UFO协会的会员 他觉得他找到了UFO这个所有事情的突破口 他马上找到当时已经退役的马塞尔 小心 罗斯威尔的所有事件和故事才能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 而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关于罗斯威尔单地的信息 都来自这位斯坦顿弗里德里曼 他们也找到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樣的東西 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什麼東西 到目前為止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聽起來 看上去現實 人類擁有的氣善氣球善的材料 我們再來看一條新聞 他們拍攝照片 他們有一個群組的麥克風 他們想給我一些評論 但我沒有在任何地方做的 所以我只能做的是 他只能保持口罩 總統Ramey是那個人 討論了媒體 我就是媒體 說明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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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西馬賽爾在7月5日找到碎片以後 騎車在7月8日凌晨 在他帶著殘骸去基地 並接受到保持堅默命令之前 他先毀了一趟家 在那裡 他把碎片給了他的妻子和兒子 小潔西看 1942年 我們在前面 充滿了這些東西 在背後座 在床上 在床上 在任何時 他把材料放進去 在廚房桌上 在努力 他把碎片放進去 雖然這是一個 單是只有8歲的小孩 在50年後 做出的回憶 但是我們看到 我覺得這種景象 對任何一個人 都是一種 終身難忘的景象 看到一群金屬碎片 逐漸逐漸地 開始想聚集在一起 不僅如此 他還在這些碎片中 發現了 有一個殘條型的金屬碎片 上面有一些文字 據杰西回憶 他父親告訴他 那是些線型文字 他甚至還畫下了一些 他記得的圖片 為了得到真相 斯坦頓 弗雷德里曼 繼續深挖羅斯維爾的事件 並繼續採訪著各種目擊者 他發現了 美國政府和軍方是如何掩蓋 羅斯維爾事件的 我剛才復述的這個故事 其實是大家了解的 常規的羅斯維爾事件 其實羅斯維爾事件 不止如此 整個羅斯維爾有兩個墜跡地 在我們現在說的 這個馬塞爾少校 去找到殘骸的這個地方 其實是第二墜跡點 在第一墜跡點的地方 軍方是發現了外星人的屍體的 不過 由於這個墜跡點 最先知道的人 是羅斯維爾 單地消防隊的人 所以 最先到達那個地方 是大約50名羅斯維爾 單地消防員 其實整個羅斯維爾相關的目擊者 就是直接目擊到殘骸 直接目擊到墜跡 甚至直接目擊到 外星人屍體的人 大約有600人 其中那50人呢 是羅斯維爾的消防局的消防員 這個我剛才說過 還有就是在羅斯維爾醫院的一些醫生和患者 單是因為軍方沒有很好的保全屍體的方法 所以是直接把外星人的屍體 先儲藏在了羅斯維爾的一家醫院裡面 在這個醫院裡面的醫生和很多患者都看到了 專有外星人屍體的果實袋 但是他們所有人都受到了威脅 並且在威逼下他們簽下了保密協議 但是在醫院治療的目擊者 格倫丹尼斯就是其中一人 據他說 他們幾百個目擊者被分成了幾個小組 每個小組帶到一個單獨的房間 在房間裡面有軍官告知他們 他們所看到的是一個高度機密的事件 每個人你們都應該忘記這件事 並且所有人都被單獨的帶進一間小黑屋裡面進行了威脅 然後就說:"Look, you don't go ahead and start any of the rumors in Roswell nothing happens down here." 然後在這裡說:"If you do, you'd be serious problems". 如果您已經這麼患,你會有一件事的問題 然後,我就是如果所表演的小黑屋裡面 我就想問,我會有啊,你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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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然後等他讓人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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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快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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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这是丹石的原话 直接就是人身安全的威胁了 当然受到威胁的不只是这些目击者 还有一些相关人员 比如说罗斯威尔附近的平民 可能他们听到过这些目击者对他们的描述 或者他们看到了有东西从天空中坠落 所以几乎整个罗斯威尔附近的平民 大概有一千到一千五百人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和威逼利用 然后是相关的一些人 还记得那个突然发生180度态度转弯的农产主 迈克·布拉泽尔吗 其实他在7月8日当天就被美军秘密逮捕了 他被拘留了4到5天 在整个拘留过程中 布拉泽尔不允许使用电话 不允许与外界沟通 并受到了长时间的讯问和恐吓 而他的两个邻居 因为看见了布拉泽尔带回来碎片 和看到了碎片的样子 也被要求签署了保密协议 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位农产主 在整个事情前后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转向 而几位直接参与调查的军官 包括那个马歇尔少校 还有当时罗斯威尔空军基地的那个 善校 因为是内部人员嘛 那就好操作了 直接下达了风口令 要他们对所有的这些事情保持接默 不允许讨论和泄露 任何关于罗斯威尔的信息 包括他们的家人也要签署 保密协议 比较不同的是 把军队发现坠落UFO残骸的消息 发布出去的军番新闻官 沃尔特·霍特 还知道吧 他是把新闻表直接给了新闻界的 这个人不久之后就被调离了赶回 他在发表了一份 不那么严肃的保证书之后 被宣布为精神病患者 从此消失 他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面 已经是2000年了 那个时候 乌尔特·霍特已经明显是很老迈了 几乎不能清晰地记住任何东西 即使是几个小时之前的事情 而托马斯·德·鲍斯上校 从陆军准将的职位上退休 他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上 与马赛尔一起摆姿势拍照那个人 他在多次采访中都证实 气象气球的故事就是一个谎言 那只是个缓字而已 气球这部分就是给到媒体来混淆识听的 他还表示 在当时他接到了华盛顿特区克莱门词将军给他的三个命令 第一道命令是让媒体不要再烦我们 第二道命令是把这些残骸送到华盛顿 第三个命令是别再提这件事情 保持结盟 目前我自己调查 唯一没有查到的是警长桥治 威尔·科克斯去向 他在罗斯威尔实现后 到底去了哪 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怎么了 就成了迷了 而多年之后 这些人又都站了出来 开始竭尽全力的去揭开真相 但是 事情明显没有这么简单 在1995年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之下 军方同意发布一份关于罗斯威尔事件的报告 在报告中 很意外哦 军方承认了1947年向媒体展示的奇想气球故事 是假的 他才让他自己撒谎了 你敢听 你以为军方良心发现了吗 并没有 报告结论是 杰西·马塞尔1947年 在迈克布拉泽尔牧场发现的材料 不是来自普通的气象气球 残骸实际上是来自一个名为 莫吉计划的超级秘密项目 莫吉计划是一个军事监视项目 专有升学传感器的气球被发射到高空 以监视俄罗斯原子弹试验的信号 那不也是个气球吗 那为啥空军自己人都认为这是UFO呢 对啊 就不可能没有人认识吧 一个人都不认识啊 难道 而且 对啊 而且他们说这些的时候就感觉 就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是 而且还试图要用另外一个谎言来覆盖前一个谎言 混淆视听转移矛盾 对他就是想转移矛盾 就像你说的 那为什么空军里面就没有人认识这个是个气球 而把他认为是UFO呢 美国空军的报告里是这么写的 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莫及计划 因为当时空军啊 当然这个不是我找理由 是空军的那个报告里是这么写的 空军当时采用了一种保密的方法 就是给每一个部门发放的信息 只是这个部门完成这个任务所需要的信息 他完全不知道其他部门完成什么任务 或者他们有什么信息 所以呢来到这儿检测残骸的这些人 根本就不知道莫及计划中使用的这些材料 物品或甚至是气球的形状 他们都不知道 而去调查这些的人 可能他们参与了莫及计划 但是啊 他们只知道莫及计划的一个角落 这个角落可能就恰巧不包括气球这个方面 所以他们真的认不出这些气球 有道理啊 也许这个计划就是他们献编的 胆枪子的 是吧 空军在整个报告的最结尾还是写了 空军绝对没有在1947年 在罗斯沃尔附近发现任何外星陪传 怎么说呢 首先啊 这个调查是空军自己调查自己出的一个报告 这就是让强盗调查自己有没有抢钱一样 是吧 很明显这个报告发表出来后 大家肯定都不满意的 因为第一个 他没有回答很多问题 第二个 他即使回答了问题 也是漏洞百出的 于是呢 在1997年 美国军方再次发布了一份报告 报告基本上没有对上一份报告的漏洞 做出任何补充 而是来解释罗斯沃尔事件中 人们广泛传播的说在当地发现了外星人的情况 报告里说啊 目击者所说的尸体 其实是另一个项目 从高空中坠落的假人 这个项目的代号是 高空跳水行动 high dive 然后为什么这个假人只有四英尺高 你拿一个四英尺的假人去冒充人类吗 因为四英尺就一米二一米三这样的样子 这样子吗 军方是这么解释的 其实我们用的假人是六英尺高的 也就是一米七左右的 但是这些假人被发现是 因为已经经过了高空完下落 所以已经被烧山 或者已经因为强大的落地冲击力 四肢甚至身体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 所以看上去只有四英尺 缓言总是要被戳破的 调查者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因为高空跳水行动 也就是high dive 这个超级秘密的高空假人头发项目 是美国空军在1953年才开始的 也就是罗斯威尔事件后6年 他们才开始的这个项目 而且很快有人在 在当天他们宣布的新闻发布会上 就对新闻官问出了这个问题 官方是这么解释的 他们在说1947年 你们在说了几十年以后 几十年以后用了几十年以后 你要有这个功能了 你还还做什么冷战 不管 然后 我以为他会找的理由是 就是我们公开是53年 但是我们45年就在做这个研究 只是没有公开而已 我以为他会这么说 人家没有 人家没有 其实我想 就是这个星期开的这个听证会 和之前的1995年的报告 还有1997年的报告是 他们的态度应该是 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去揭开UFO的秘密 不过就是想用一些 已经在明显不过的事情 去转移注意力和缓和公共情绪而已 所以我觉得 就是看了那三个人的名单以后 我觉得对这个新闻发布会 不需要抱有太大的期待 即使现在博览 大家也应该知道 不可能有啥内容的 我们今天还是回到罗斯威尔 在2013年 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 发现了一份文件 文件是盖伊霍德尔写的 他是当时负责华盛顿办事处的特工 时间 1950年3月22号 标题 关于飞碟的信息 文件内容是说 空军的一名调查人员说 在新墨西哥州发现了三架所谓的飞碟 他们被描述为圆形 中心突起 直径约50英尺 每一个都被三个人形的身体占据 但只有这个人形的身体只有3英尺高 头很大 身上穿着着很好的金属质地的衣服 文件的内容是来自一封直接寄给联邦调查局 当时的局长爱德加胡福的信 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 胡福在美国秘密情报界的地位 从这点出发 几乎就能坐实这封信 关于罗斯威尔事件的真实性 而胡福对于这封信的态度则显得很暧昧 同时发现的文中还提到 有目击者提供了新的信息 其中一个从罗斯威尔发现的外星人 在洛斯阿拉莫斯基地待到了1952年 而且这个外星人还是活着的 所以他们跟美国一起研究 他给美国进行那个技术输入是真的吧 没有其实 他啥也没交给美国 目前来看 这个弗雷德里克 弗里德们 弗里德们这些信息 如果都是真的 我们还是抱持一个怀疑态度 如果弗里德们爆出来的所有信息 都是真实的 那么美国不仅曾经拥有过UFO的残片 还曾经活捉过一个外星人 对吧 我可以肯定一点是啥呢 美国没有得到外星技术 为什么 为啥我跟你这么说 就比如说 相对于两千年前的人类 我们是不是已经很先进了 对 如果我们突然有一个人穿越到两千年前 跟一个两千年前跟一群两千年前的人说 这个世界是由分子组成的 你们得病是由细菌感染导致的 他们能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会觉得这无法理解 对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既然这个外星人可以跨越星辰大海来到我们的这个世界 我觉得他们领先我们至少也得一千年一千五百年吧 对不对 这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我们现在的人跟一个两千 跟一群两千年的人普及你们是要 你们是生病是由细菌导致的 世界是由分子构成的一样困难 你知道吧 美国人可能想去理解这些玩意儿 但对于一个外星人已经司空见惯的人东西来说 可能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难理解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跟一个两千年前的人说 你看这是手机 我们可以跟远程人的通话 对吧 两千年的人最最最好的理解是什么 这个人是个仙人 他手上有个法宝可以跟远程通话 对不对 一样的 这个外星人跟这些美国人说任何话 且不说他们怎么沟通这事啊 即使外星人能跟他们用英语沟通 人思想电波什么什么玩意儿的跟他们沟通 他说的所有的内容 美国人一定是和两千年前的人看我们用什么 手机一个道理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